2月2日,男星沙逸在社交平台,删出全家戴着虎头罩拜年的照片,引发网友热议 沙逸的两个儿子白白胖胖,越长颜值越像 安吉与小鱼儿戴着一模一样的虎头帽,手上拿着红灯笼,穿着的羽绒服也完全相同 看上去如同复制粘贴,完全分不清哪个才是哥哥 网友看了沙逸删出的照片,也直呼分不清哪个是安吉,哪个是小鱼儿 还有人调侃说一张照片,三位男士长得一模一样,共用一张脸 虎可也穿了一件灰色的羽绒服,戴着同款的虎头帽 他笑到眼睛都消失不见了,明明眼越发显得满脸的幸福与满足 沙逸的身形略显圆润,笑容十分清和,他的眼睛瞪得滚圆,反而是一家四口中最大的 沙逸跟虎可一直都是非常幸福的一家,前不久他们还晒出了安爱的出油罩 两个人都穿着厚实的羽绒服,依偎在一起超级甜蜜,男才女帽很般配 在今年北京卫视的春晚上,沙逸与虎可合体为观众带来了一个小品 两人在小品中饰演一对夫妻,讲述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趋势 夫妻两个表演亲切自然,仿佛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段子拿了出来演绎 让观众很有认同感,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沙逸和虎可的婚姻实在令人羡慕 两个孩子也长得好可爱,简直就是模范家庭 祝福他们一家人新年快乐,幸福快乐每一天,在2022年事业顺利家庭横落